來這個要注意就是 第一個問題 我們這位好朋友在說 這個落頂磅牆的時候 是不是不能落肥 那是可以的問題 差不多六個 沒有什麼樣的肥料 這個落頂磅牆的時候 它很脆弱 所以這個時候最好不要落肥 所以 比較慢一點 很多其實會瀕牆 都在這個時候 創失敗去 就是說你太早落肥 太快 現在把它落下 它很細 但那個真的很細 你如果落肥 可能要更影響沒那麼大 你如果說 落的肥比較多 我們落頂磅牆這段時間 我們會留著肚子 讓他留著一點溼溼 它是不是沸得沸 它在噴下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落的肥 多數在這個時候都落四十三 這四十三到沒有 沒有不對 這個落的肥 無論是對一斤的 不是說臺肥的就比較難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要用的時候 你落下什麼一樣 對一斤的一樣 對一斤的一樣 對一斤的肥肥都硬硬硬 當然有的 比較不好的肥肥 它落下就蠻溼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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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溼 所以它的溶溼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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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解一下 多數我們很多好朋友在 當時大致上都是這樣 大致上都是這樣 他們都是一個 瀏肥的時間都落得很好睡 就是說他們很尊責 很尊責瀏肥的時間 為什麼不這樣說 因為你如果沒有尊責瀏肥的時間 很容易申請這些問題 他們下去就對了 就黑白了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不是說這樣就黑白 但是很多我們看到 這些都是因為有關 所以這個 落定這個時間 放錢也這個時間 如果可以不要瀏肥 你就不要去瀏肥 其實一定要跟你說 不能瀏肥 這瀏肥都很容易出事 我們什麼時候要瀏肥 就是說 開火之後十幾天過 你看已經有頭我們說的 先瀏肥肥 放錢之後 瀏肥肥 再來就瀏肥肥 就說一個頭刀 你有看到他 白白了 但是呢 那兩個人已經 兩粒三粒那個行 都會走出來 不是一個因應那種改端 他的瀏肥就已經比較正式 那時候我們去瀏肥肥 一分底瀏肥 跟一包 一包肥肥都沒關係 就是說不要超過一包拔 這樣 薄一薄我們把它圓一下 這個時候呢 他的時間就很好 所以不能太整理瀏肥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去瀏肥 的這個重點 你試一次看看 有些某人的這個行 都不會瀏肥肥 為什麼不會瀏肥肥 當然這個瀏肥的這個時間點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們電台的阿嬤 特別跟我們聽眾朋友交代 就是說我跟你們說你們要聽 我做瀏肥肥肥已經比較久 很多人說這麼多人來 你的瀏肥肥肥不聽說的瀏肥 就是加這個原音而已 當然吉他我們要做得好 但是那個肥肥也是很重要 所以這是一個很要緊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好朋友呢 先了解一下這樣 第二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瀏肥肥肥肥肥 如果打開那幾次 玩體而太大 parfois要做瀏肥肥肥肥的 猜得更好 還是凹燒燙的 Ez以 risen 有�肥肥肥肥肥的話 然後需要做箱子 如果想要用什麼方法來這樣的改進 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要做成的 你頭頭上稍微打 稍微打 你算不要燙 這燙其實是比較不差的 你如果知道說要按照 要把它打下去 我們就稍微打一下 如果有這個去給它一勺的就熟 有時候一頓的燙就是淡淡 沒有關係 一勺就熟 現在 它在稍微打下去 然後會瘦一下的時候 你就會瘦瘦 瘦瘦的會瘦一下 這樣就沒問題了 最好是不要燒 這個燒掉其實是沒有菜 這個巴克蘇的殘留 你用這個罐頭的就是說 你種頭頭的時候用罐 用罐頭頭的那種 罐頭頭的 罐頭頭的 你如果是用鑽的 鑽這個巴克蘇 這個不太要緊 一般來說 這個是可以稍微改切 了解一下就說這不要緊 這不要緊 你能夠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這效果就很好 所以 若是萬一 萬一就是說 准說一般是不會的 一般沒有那種情形 但是有當時你放的 這個東西裡面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如果有陶庸裡面有這個巴克蘇的殘留 它的殘灰不起來 你只要濫一頓 有這個情形比較有 就是說你種下去 它都沒有在打 那不是順便要把它轉一下就好 了 GA3 一點點 5%字不是5% 5ppm跟10ppm 稍微轉一下 兩邊 這三邊就好 大概兩次 一般不用超過 不用用到第三邊 但是多數你若是住在鄉民的 這個動靈的 根本你不用去用 不用去用 這樣 所以多數我們可以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大概是 這種情形 提供給你做參考 還有一個問題 你看到這個殘忍 隔壁人的土豆腔 樓上房車也有用這個有槍 這個肥 所以你要跟我們看看 我覺得 那是 他如果用槍的一分底 可能他用比較薄一支 應該是沒什麼要緊 就是說 他這個走狗底 那怎麼有油氣 一分底 你若是說差不多吃飽了 去用油氣 那不要緊 但是你若是用熱的 用熱的 他若是剛好在肚子那裡 你若是放車子的時候 他剛好去隔壁那時 同時都會比較容易去鎮定 所以你若是更不放心 其實若是要給他 比較慢一點的熱 不是說叫你不要熱肥 是說差不多肥底那麼大那時 肥底那麼大那時 比較來用 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樣就沒問題了 結果起來 就比較容易 這個來處理好適合 所以這大概 可以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是有這種 這個 這個 政行 所以 可以讓你稍微知道 這種是 這個差別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所以 如果是可以 我是建議說 你稍微一點點點熱 時間 不要熱太過頭 這樣就好了 如果你要熱 這個就要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大概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 了解 他說土豆有分 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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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可以 其實 這個 土豆的這個火都是兩性化 所以它是雌雄同初 所以它的火就是一堆火裡面 它就是有 它有這個雌雷和雄雷 所以應該 應該是沒有工不足的這個分別 所以 這個我是看不說 是怎麼有這個 有這個 所謂這種 工不足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差別 因為土豆一出來的時候 就是 這個火 它每一個這個火 它出來就是 這個 兩性化 所以 這個我大概 這個可能要進一步了解 看看 在我印象裡面 是比較沒有 可能性 我們好朋友這個 這個蟑螂比較細蟑螂 是不是 這我就沒有了解 這個 如果我在判斷 就是說 是不是 它有 這種 這個 我們看得對的 可能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 紅地圖這種的 這些危害 所以 還是說 市面危害 比較嚴重 所以它有開火出來 都比較不會 這個火 當然 這個 在我們在開火的時候 就是 它 如果是開火的時候 雖然這個火 我們剛才說 它是這個 兩性化 就是說 它 鋼一顆火裡面 就有熊蕊跟磁蕊 但是 它剛開出來的一個這個火 有時候 它的熊蕊 它的磁蕊發育 比較沒有那麼發達 比較沒有那麼正常 所以 有時候 它的 我們在說 那個比較不會掉 鋼 剛開出來頭 那水火 有時候它比較不會掉 所以 這個 我們不會在說 叫做鋼火 但是這個 它是一個 這個 這種 雌雄 童花 所以 我所了解就是 我們的經營 當然 有時候這個東西 還是有一點點 這個便意 是不是 這種 但是 我所知道 一邊沒有 所謂 鋼無藏的 一個 這個 這讓我們好朋友 先了解一下 嗯